Hello 这里是孔老师Principle境界逻辑怪版本系列课程的第四节 那这节课呢我们不讲技法 我带大家去看一个我个人的终极无敌蛇皮棒棒垂直 Principle交互作品集 OK 那么这节课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个人的一个Principle交互作品集 那么我觉得我应该是国内最早的是 拿Principle来做作品集这样一个思路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怎么想的 就是觉得如果我们把作品集 作为一个产品的这种形式来做的话 会不会很有意思 那么大家可以在战库里边看到三年前 三年前我写了一篇关于Principle作品集的一个教程文章 然后这个是应该是Principle交互作品集的1.0版本 那时候是做到一个iPad的一个端 然后今天呢我做了一个3.0 因为期间还加了一个2.0 2.0的话是一个在手机移动端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3.0 3.0的话是一个PC端 那么这样的一个作品集 它的一个应用场景 并不是说发送给面试官 而是在面试的时候 你去拿着它 然后在当场去给它演示 OK那么给大家看这个的目的呢 我觉得有两个 第一个是达到一个我这种装逼的一个这种诉求 再一个就是希望提升一下 大家对Principle的一个学习的热情 OK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作品集的原文件 那么里边涉及到的一些交互的串联 这是工程文件 好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进到这个预览窗口里面 来看一下 我先回到首页 OK 全屏预览一下 那作品集打开呢 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滑动翻页的这样一个提醒 中间的这个插画呢 是我自己画的一个自画像 当然是画的稍微比本人更帅气了一点 然后这边有一个个人的介绍 那鼠标一入之后 你可以看到 Appointivation 这是我的一个设计的ID 然后鼠标一入 有一个这个效果 我们点击一下 看到的是一个个人的简介 OK有一堆这个有的没的这种title 然后还有一些个人的简历 之前的工作的经验经历 然后包括参加过的一些分享会 那你要知道 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去参加分享会的 而且你又是那个演讲的嘉宾 这个在面试环节当中是很加分的 属于一个人设包装的部分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个人的一些奖项 还有线下的这种活动 OK 那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多说了 然后我们把它先关掉 OK 看到这个滑动翻页 那我们去滑一下试试 首先进到我们看到第一屏 是移动端的一个设计 这是一些分类 我们鼠标一入都会有一些效果 比如说像第一个还会出现这种 动态的一个鼠标一入效果 视频 这是一个概念的设计 一个尖弹产品 我们可以看一下 OK 这是一个介绍 大致的给大家去浏览一下 一些字体规范用色 然后设计的一些图标 包括一些静态跟动态结合的这种展示 还有一些VI的包装 还有视频 视频我们调一下声音 简单的看一下 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给大家去看视频了 像这个视频的话 在战库的话是能够搜到的 好我们回来 那这个地方有意思的点 并不是说一夜夜去展示了这个产品 有意思的点是在于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一个手机的模型 那么整个产品的闭环 都是可以在这个模型里面完成的 我们可以看到切换 这是一个设置工作提醒事项的 这样一个产品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完成一些切换 然后添加 甚至是调一下时间 然后打开这个闹钟的开关 又或者说是选一段闹钟的提醒 然后比如说我们随便选一个 OK 都是包括歌曲也是提醒也是韩文的 那么甚至我们在提上来的时候 也可以进行上面的一个切换 然后关掉 还有一个顶部 自定义一个提醒事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产品 我们把这个作品先关掉 看一下第二个作品 那这些所有的作品呢 我尽量的播的快一点 因为这些所有的东西在粘库里面 都是可以搜到的 那同样还是有一个视频 我觉得这个视频挺酷的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在这些讨厌 我 flowers 接着我 好 好 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剩下的两个作品呢 一个是最右的工作项目 还有一个up短视频的工作项目 那么这两个呢 因为内容太大了 实际上是因为我偷懒 然后我就把它做了一个二维码 那么你扫码的话 可以在战库里面去观看 然后包括这个up短视频 那么再往下翻的话 还有一页移动端的设计以外 还有一个其他设计 那么其他设计里边有一些品牌 然后品牌设计 包括一些活动的文章 还有一些插画动效 就比如说随便我们看一个 甚至它有一个音乐 你可以开关 好 把音乐关掉 然后上下滑动呢 是能够去看一下这里边的内容 大致的随便看看 然后我们先再关掉 剩下这些品牌的东西 我们就先不看了 直接我们翻到下一页 翻到下一页 然后是一个联系方式 你确定要联系我了吗 然后有一个yes很跟no很调皮的这样一个设计 然后右边是一个个人的战库 还有抖音 还有这个drable 那么现在我们这些都是点不了的 都是点不了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你还没有确定是不是要联系我 这个在跟面试官在聊的时候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作为面试官 他在看到这一页的时候 他一定会想着 我要点一个no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OK 那我们可以点一下 好 祝你生活愉快 那么在减短的三四秒之后 他会自动再跳回来 那么如果我们点yes的话 他就会出现一个个人的联系方式了 那么一个二维码 或者说微信 邮箱等等 OK 那么 这个时候的战库 还有抖音 还有drable 都是可以点的 可以查看一些个人的信息 然后drable 还有抖音 这边我放了一个个人的一个背影 OK 大概就是这样 那以上呢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这个作品集的一个思路 期待大家能够用principle 做出更加炫酷的作品集 想了解更多课程 B站搜索像素范 我在这里等你 B站搜索